香港名媛蔡天凤 惨遭前夫一家痛下毒手 惨遭分尸一案 震惊全港 她生前的小红书影片 也涌入了大量的粉丝哀悼 不过更让人震惊的是 她的小红书原本没有这么多影片 却无预警的被公开了 让粉丝感到相当疑惑 28日蔡天凤的现任丈夫 也是谭宰米线创办的儿子Chris 终于露面 协同自己的父母 与蔡天凤的爸爸妈妈进行认识后 一行人再到命案发生现场 进行头期祭拜 场面哀奇 闺蜜方圆26日 po文表示 心情极度悲痛 内心难过的无法言喻 只有一千个为什么 郭富城随后也转发太太的贴文 写下四字 祈求安息 而蔡天凤在台湾的闺蜜 望后Doris 林若嘉 在Instagram上发文哀悼 也痛批好友前夫 表示好友就是太相信 他们一家人才会变成这样 更祝福好友前夫全家死光 对于网友酸她蹭热度 她则回应 老娘跟Abby认不认识 还要证明给你们看 她更难得怒标网友 蔡天凤前夫哥哥的Instagram 也被网友翻出 更有多篇与她的合照 更让网友骂爆 认为她分享吃香喝辣照 心肠却如此带毒 手段凶残 希望香港法律 能够制裁他们全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